1月4日杨幂写起首张个人大碟亲密关系close to me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当日杨幂身穿红色短裙配以黑白双色丝袜亮相现场 现场他现唱了新专辑中的主打歌异响季 演得在场的数百位粉丝尖叫不已 发布会上杨幂的众多圈内好友冯绍峰刘凯威等也特地发来VCR为好友送上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杨幂此张专辑中与好友刘凯威合作拍摄的四位的拥抱MV 也在当日的发布会上首次曝光 爱情是美好的事 能不能再持彼此 把伤感都足够守护 我比赛无为心碎的伤 我脸一样 脸一有有有 难道不发动 在朝间之后 像声声飘动 多吃饱饱 我心灵旁边 听到了惊喜 后脸一有 脸一有有 我打开了窗 要展示飞翔 却试着天空荡荡 把那名声都出现 还给我送的愿望 据了解 杨幂此张专辑中收录了《人气天王》 陈奕迅特别为她写的歌曲《滴答》 现场杨幂也表示 偶像陈奕迅为其亲自写歌 练习着实 兴奋不已 之前公司有跟我说过 会请陈奕迅帮我写歌 但是我没太在意 我觉得不可能啦 那结果有一天 真的是我听到陈奕迅帮我写的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太幸福了 天下最幸福的 他在我录歌之前 他有录一段音频给我 哦 说什么 录一段音频说 你好 杨幂 我是陈奕迅 我来不及 就是在你录这首歌的时候 我来房里面看你 但是希望你加油 我很感动 啊 疯了 向来以倾心可人形象世人的杨幂 此次发片也是倍加努力 以求证明自己做歌手绝不是玩票 我第一次进录音棚的时候 真的是整张脸都是通红的 就是唱完一首歌不敢出来的那种 很害怕 因为觉得自己唱得很难听 那慢慢的 慢慢的 已经敢张嘴了 敢站在大家面前唱了 不管唱得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突破了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 现场他更是称自己要努力学习舞蹈 希望可以将舞蹈加入到第二张专辑的MV中 一种前辈 然后都是可以又唱又跳的 自己很羡慕 那虽然可能我有点点知己不协调 但是我可以学习 一张东西 特别人 这一张独立的圈子 可看